我从事留约二十多年了 我认为最美好的旅行体验 是应该包括一路上遇到的人 遇到的事 以及遇到的风景 透过旅程将大自然 历史 人文 三景合一 旅途才会显得分外的精彩 你看过如此气势宏伟的观景台吗 Police Indra Kayaan 你曾有过在满眼绿色稻田的旁边 享有过早餐的经验吗 在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特别咖啡 远远男女行 或者常常在荷花满池乡 仰望着苑阳高空 还是跟随着我的脚步 穿梭在色彩缤纷的村庄 感受这里的温厚人情吗 它的重点是要 给那些外地的人 全部进来认识 还有一个村庄 这些绝美风景不输国外 其实它们都在我们的国土 马来西亚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体验得到 104集 我们约定在Negeri Police 玻璃四周 详世界 一起发现马来西亚的大地自美大 变成本 精与 到 它 对 cz 你 排水 成本 贵 热子 用 drag 北溜 25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25万人 波州的首府是岡岗 阿扰是波州的皇城 也是皇宫的首在地 想要多了解 波雷斯历史世界的演员 就得先从 Gottakaya Museum博物馆开始 因为这里是 我和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 这座博物馆建筑物 距离岡岗市 大约5公里 背山面水 曾经它是历代皇朝的发源地 也是古代战争的策略地点 所以我才说 它是我国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 Gottakaya Museum博物馆 主要分为5个部分 其中包括 讨古 民族 历史文物收藏 皇室 及文化展览馆 图书馆 以及皇陵的所在处 之所以这个地方 看起来犹如福地 原因在此 而在博物馆后方 也建有皇陵后院 山明水秀 环境树木而典雅 和大家科普一下 跟我国许多州属不同的是 玻璃市的世袭统治者 不是使用苏丹头衔 而是唯一一个州属 使用拉瑞 马拉语 Raja 作为头衔的 先人的Raja Pali 是 端姑西西拉朱丁殿下 我们一直都说 玻璃市是个弹丸小州 它的小究竟是建立在 什么事实的基础上 我们玻璃市没有达AERA 如果分达AERA变成 有些达AERA根本很少人口 变成好像一个甘工 这样而已 因为我都知道 波州的主要经济命脉 是以农业为主 其实它已经还经历过 一个辉煌的黄金年代 我们先驱车到 距离尴尬市区 大约32公里以外的 一个美丽山寨 了解一下 今天我们有个特别来宾 他就是我们玻璃市的 新村发展官 哈啰 Steven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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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水 今天我们住在什么位置 OK 我们现在是在 加基武级新村 传统村 传统村 OK 现在你在这个地方 转老街的巴萨 老街巴萨 对 是唯一 只有一个巴萨 它有什么特色 这里就是 年轻人 都是外流 跟很多新村一样 加基武级也面临着 人口老化的问题 这里的村民 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 你说这些新村 有没有人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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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想这么多 人老了 就要开门 这一根究底 就是地方上的就业机会少了 年轻人不得不往外 猛声打拼 其实 别看今天的加基武级 变得如此落寞 以前 它也曾经风光过 刚讲很多人都是在 医保过来 然后是 之前最早的时候 是外国人来的啦 他们带着一帮人来这边 开采西瓜咯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过 一个世纪前 锡矿让卡基布格变成附阵 一个世纪后 前人挖掘的锡矿 所留下的矿洞 让它成为北马 独一无二的暗龙旅游圣地 暗龙是客家化 黑暗的洞穴的意思 今天我在想导 唐伟龙的安全指引下 带大家揭开 这个实际 Gua Galam 2的原貌 人称第二暗龙 现在我们是从这一个方向 然后全走到这边 知道 这个方向理论 它是用炸弹炸的 这里开始是天然洞 这里才是天然洞 所有都是天然洞 Gua Galam 2是东南亚第二长石灰岩采锡矿洞穴 这座以传统方式开采的锡矿场 是全球第一个对外开放 它所采用的是大马独一无二的洞穴采矿法 也是危险性极高的采矿法 所以这次的唱歌非常珍贵 我们一行人进入已经废制多年的火车轨道洞穴 全长700公尺 而这个洞穴的高度平均仅有5.3英尺左右 所以游客都必须好好听话 戴好安全帽 矮身漫步前行 否则就会撞到头顶上 坚硬的石灰岩敲破头 那时麻烦就大了 那平时如果游客想来到这边 台南想进入Gua Galam 他就必须在前台阻止 一定要有祥导 带你们带他们进来 对 就自己不能进来 就千万不要进来 因为他太多通道 只会流失 试过很多次了 就是因为很多分叉的小洞 我现在坐着的这个位置 就是个气候预报区 据说当年有几个庙林女子 在这里坐着关贴 如果看到洞口有污水流下 他们就会通知矿工撤离 因为即将下大雨了 透过画面 山壁上还残留着矿工 在建筑采矿的时候 所用下的桥梁 以及一些生锈的铁罐 气具 有些洞穴外也有矿工的一些涂鸦 一些写着某公司的西米洞 或者是矿工的辛勤写照 祥导这是什么 这个属于是求救账 就讲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 给他按 他们外面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这个是 这个是他可以看到我们的 CCTV OK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非常安全 过去后有人投进 还有我们有试过带人来的时候 他一下子出来没有电 人会很紧张 所以你就要有了这个 他们就可以放心一点 而这个位置处于上方的洞穴 听说内有奇景 所以我要亲自攀爬进去 探个究竟 进入洞穴 果真别有洞天 据说曾经有个艺术天分很高的矿工 积年累月 耐心地把碎石堆积成一座金字塔 你们看 它像不 我的东西 探索这个框 第一个感想是什么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 Gua Clam 2 也是第一次来 玻璃市这个Gua 我来让我的感受 是特别的深刻 是在于 它的那个石灰岩 是非常非常的独特 和其他Gua的 其他山洞的石灰岩 有点不同 根据历史记载 Gua Clam 2 有三个山寨公司 在经营矿场 目前能够坚定出的 大小洞穴 多达26个 可以进出矿场 其余还有2000多个 大小洞穴 至今还没有被发掘和鉴定 因此游客不能擅自脱队 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啊 终于走完 Gua Clam 2了 这里是Gua Clam 2的出口 那我们从Gua Clam 2 走入Gua Clam 1 去探索 Secret Garden 走出Gua Clam 2 是另一面境界 这里就是Gua Clam的秘密花园 一座有秀美山色 有盎然绿意的景区 衔接Gua Clam 2的另一端 就是游客常常游览的Gua Clam 暗龙 Gua Clam全长370公尺左右 有一座步行桥 桥底有一条窗流 步行在里头 可以听到潺潺流水声 沿途遍布着各式各样的棕乳石 这种花了很多年才形成的地质器官 在灯光的衬托下 闪烁着独有的光芒 当年 矿工在Gua Clam 2开采锡矿后 会使用这个Gua Clam 把锡矿运送出去 矿工当时仅靠着人力挖洞采锡矿 让人能够体会到 华人矿工在百多年前 你劳力开采锡矿的辛酸和点滴 实在令我佩服 从暗龙出来以后 我的灵敏的嗅觉 马上就闻到了包香味了 我颇不及待地想亲身尝一尝 这一家已经经营三代的老字号 他们店的手工大包用料十足 顺带提一提 他们家的店 其实就在暗龙三角下 你认为你自己最出名最好吃的是什么包 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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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叉烧也蛮不错 叉烧也可以 顾客也是蛮来买多的 因为我现在见很多外博人 慕名而来 这些人来吃你的大包 有些人专程来买菜包 专程来买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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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说是皮薄线透 难怪老板娘说 每一次出蒸鸭 半小时就会被本地人 或者慕名而来的游客 抢够一空 冠美的大包魅力 果然名不虚传 下一节 详世界继续玻璃市之旅 波州旅游之言十分丰富 自然生态实属一绝 这些旅游看点 绝对不属于其他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